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我们现在呢走到了这个帽子巴达这边 就是我们戴着头上戴着帽子 少说明都他都会戴帽子的 找个地方随便进一家店 然后呢进去了解一下咱们的帽子 两百多个平方就有十五到十八辆帽子店 我可以戴一下吧 可以可以 帽子戴可不可以 老板很热情的 这是冬天戴的这是夏天戴的 二十个战五十个战一百个战两个战 嗯可以可以好 冬天的是雕毛 雕毛 哦 这个雕毛 暖和很啊冬天戴着啊 这个雕毛的一百个战 嗯 这个雕毛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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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这个雕毛的 塔西克术帽子 啊 塔西克术帽子 镜头照一照啊 镜头 嗯 像不像 像不像 漂亮吗 嗯 漂亮 好了 好了 我们从这儿 先了解了解了解啊 他这帽子呢 单价都是不一样的 单价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这帽子确实非常不错 啊这个帽子接啊 这叫巴扎呢 帽子特别多 特别多 啊来来往来都会挑选自己喜爱的帽子 或者拍账或者买走 啊我见的最多的还是这个 这个女性啊来了以后 他都会带个小花帽子 怎么怎么样的 带人做 啊 哎 啊 兜一下吗 兜一下吧 兜一下吗 兜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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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 这样吧 呃 啊 兜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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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啊 完了 這個是 維吾爾主戴的帽子 我戴帽子 手勁挺大的 咕嚓 過來痛到這兒了 嗯 嗯 來 割下來 這個是 ... 這個帽子是維吾爾主戴的 這個是 柯鬨子戴的 這是 柯鬨子嗎 啊 這是 柯鬨子 哈哈 多少錢嗎 啊 180塊 180 180 哦 兩毛子 这不是挺来塞的 这帽子特别深 帽子里边特别深 带着就这样 冬天暖和 冬天暖和 可以的 好闲 你每天过来出来卖帽子 闲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 做帽子是不是 嗯 一天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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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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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这也就是手一伙 全部手工 这方要剪掉吧 嗯 也就是说他现在做这么一个帽子 虽然说他卖280块钱 200块钱可以 200块钱可以 成本就是100块钱成本 而且他纯手工 一天就一个帽子出来 一天就一个帽子出来 对对对 一天就一个帽子出来 而且冬天暖上特别暖和 不动脑袋 现在做的帽子就是这样子的 就这样子的 嗯 看 看 看见 什么刀片了 书 这是书羊毛的 然后他磨石了 尺子了 笔了 剪刀呢 都齐全的 都非常齐全的 他在这 手法挺熟练的 非常熟练 毕竟是 爸爸那会儿交给他的 你这边帽子把他这边早上几天钟开门呢 八天钟 九天钟 这大哥的四十一岁了 但是他在这个 开始古城里边卖帽子 九八年开始卖 卖了二十年的帽子 手艺呢 全是跟父亲学的 他这个纸呢 就是他沾了一个帽子的模具 要画一画 要画一画 要画一画拆掉什么呢 对 他拆掉 在帽子把杂呢 他一共有二十多户 这个卖帽子的 每个店面的大小的都不一样 有些那五个平方的 就十个平方以上的人多了很 店铺呢 比较多 行了 那他就继续忙着 我们呢就不打扰他在这手艺活了 我们给大家说一声再见 我们就撤了 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 遇见新疆的 继续支持新疆帽子哥 带你了解最真是新疆 这一期节目呢 就带大家了解了这个 喀什古城的帽子把扎中的 什么民族戴上帽子的 帽子的价位 还有咱们这会了解到的这个 手艺活 纯手工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新疆胖子哥 大家好我是宿明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